我有聽他們公子說 他們都會每歲到三天 高高的 帥帥的 還好耶 還蠻成熟的 你沒事吧 你看 比我還高耶 這個是他剛送來的時候 那 為什麼要把他帶回家呢 一開始是想要讓生活更有保障 所以就讓他來家裡看看 來家裡之後 我老公好像變得沒有那麼緊張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在擔心什麼 是想要把他帶回家 他沒有那麼緊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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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直保持著乘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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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帶的他的原因就是 像我們平時都會拿太多啊 然後拿一些有的沒的 買回家囤 他用不到 當這個時刻發生了之後 他就會趕快跳出來 買太多了 存錢的話 就和我老婆出國 然後出國需要一大筆金錢 你平時 小錢沒存的話 怎麼有大錢 我 孩子正方秀王從夢想 當然要懂得把錢留在身邊 積少成多嘛 歡迎來看看喔 歐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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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天啊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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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因為我小時候家境比較不好 所以 在 就是 讀書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半工半讀 然後就希望我的小孩 不要跟我一樣 就是 跟我一樣有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就 跟老公很拼 想要給他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的工作越來越忙 所以我覺得我陪他時間 越來越少 希望未來的生活 是 可以就是每年都 出國去玩啊 然後擁有我們的 回憶啊 時光這樣子 我當然是希望 家人能健康品安就好了 那我想當然還有出去玩啊